为了胜利的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密切的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 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抗日战争开始后 1937年11月 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 关于中共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 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 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 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8年3月 中共中央派任毕石到苏联 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 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 8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家强回国 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1938年9月至11月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这次全会上 毛泽东明确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 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急需解决的问题 他大声疾呼 羊八股必须废止 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 他向全党提出了普遍的深入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场 并给予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 及其规律性的任务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 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针对国民党借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时机 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论调 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 他们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 灵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革命科学 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 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 深相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人 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 思想 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把这一切优秀传统 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 而且将继续将以发扬光大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前期 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 马克思主义化 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 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族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 是包括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 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 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地方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 即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经济上拨收操纵国际民生的大银行 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建立国营经济 拨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并引导各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 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 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 发展五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地方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 指出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 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见证的英勇战士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族主义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新民族主义理论的系统场明 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 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 使他们极大的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广大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 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 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常阶级思想 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 也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自己 1935年1月遵议会议以来 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 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 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 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此 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 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 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1941年5月 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 1942年2月 毛泽东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国的讲演 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展开 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中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国以整顿文风 其中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的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 它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尤其是教条主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表现了幼稚者的门昧 所以毛泽东提出 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 使我们的同志从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的门壁中解放出来 克服主观主义 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做了新的解释 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 省内外 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固有的 而不是依照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这样 实事求是 就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 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毛泽东强调 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1941年8月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以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 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 各中央局 区委 省委或公委 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 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 被确立起来 调查研究在党内未然成风 在整风运动中 全党党员 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整风运动文献 联系党的历史 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端正了思想路线 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 方法 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在这期间 1942年5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全面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 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他强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 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 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大众喜闻热见的优秀作品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1945年4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落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党的落干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 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 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 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 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又完全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 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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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题 我们下转的 摆鋼